哈利路亚 两个多礼拜 没有见到大家 大家认为我想不想你们 想 的确是想 礼拜天想 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想 白天想 晚上都想 你们的脸 一张一张的都在我的心中 不但是想你们 也为你们祷告 我们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 都越来越成长 而且越来越有 耶稣基督荣耀和圣洁的形象和样式 那你们认为 那你们有没有想牧师跟师母呀 有 巴不得 这的确是 真心的诚实的话语 那你们想牧师师母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呢 哈利路亚 这是最宝贵的 最蒙纪念的 也会最带下恩典和福分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每一位 尤其当我听到了 晚真姐妹上个礼拜和大家分享 民宿记的信息的时候 心中格外的感动和感恩 为什么呢 晚真姐妹是比我们小一辈的 而且呢 她的年纪 小 信主的年岁更是不够深 如果四舍五入的话呢 她信主才整整十年 可是呢 她在圣经真理所下的功夫呢 可能比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人都要 都要多 都要深 而且广 极其负代价 所以呢 她上礼拜和大家讲道传信息 我听了之后呢 实在觉得好 而且非常非常的妙 因为她讲的的确有亮光 有重点 有启示 我相信大家得造就 她自己一样得造就 大家觉得她讲的如何呀 好 那因为呢 师母告诉我 警刚所讲的呢 好像那个那个 有点出状况啊 所以师母昨天晚上半夜呢 就没有办法把警官的信息呢 传到网站当中 但我相信警官讲的 好吧 好 大家平常已经知道 警官不管在台下和台上呢 一讲话就有火 而且那个火呢 不是自己的干火上升啊 那个火是上头的上名之火呀 好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这里呢 不但有火水 而且呢 有灵火 警官有灵火 洪春有没有灵火 有 有灵火 当我听到洪春 他这一次 去移民法官那里 竟然没有通过的时候 说真的 我心中非常非常的讶异 也非常的感叹 但我深深知道 神对他们两个人 有特别特别的期许和盼望 所以 感蓝 要经过压榨 才会出油 美酒 要经过酝酿 才会芬芳 梅花 要经过枯寒 好 才会 新香 那 蜡烛 要经过燃烧 才会放出光芒 所以像洪春和井冈 好 这样的人呢 上帝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好酒 能够成为好油 所以呢 需要让他们如同葡萄一样 更多的压榨 上帝也希望他们如同感蓝一样的 一样要经过更多更多的践踏 所以呢 等到时候 时机到了 他们当然 会在美国 自由 而且 拿到身份 但是我们相信 神既然 这一次让他们在移民法庭面前 暂时没过关 神一定有更为好的实习 大家相信吗 相信 相信 所以我们大家继续为洪春和井冈和他们全家祷告 我们相信神的旨意一定运行一定成就 黑暗权势一定失败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耶稣是 记住 我们是 神的爱你 一切问题 结束了 小张罗非 我们被 圣灵抽筷 求助关注我们 我们这一次呢 去韩国 是第四次 这一次 师母和我带团 去韩国访问呢 总共原来买好飞机票签证通过的 总共有42个人 但是呢 其中有一个人 他住在纽州系 他去飞机场的时候呢 到达飞机场 飞机已经飞走了 所以呢 他就去柜台去协调啊 处理啊 听说经过很多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帮他处理的人跟他讲说你要筹买机票 筹买机票 他就觉得说已经花了一千多块钱了 再买机票的话呢 而且已经不能当天就去 要隔天才去的话呢 他就跟我们发微信说 他想放弃 虽然我们团里有好多人鼓励他 不要放弃 因为韩国之行实在太丰富 太精彩 太荣耀了 希望他一样赶来 迟到总比不到好 但是呢 他最后还是一样的 没有来 所以我们这一次韩国访问团呢 本来42个人 只有41个人 我们 还有David Martin 然后加上一个美国牧师 还是一样 我们这个团 美国团有42个人参加 我们这一次去韩国访问呢 和前几次完全不同的原因 是因为这一次的感觉是 失而复得 怎么说呢 我们前三次去 都是民生教会 全部免费招待我们 吃 住 玩 接机送机 和其中旅游景点的所有门票 民生教会全包 所以大家都很开心 很感恩 可是这一次42个人去呢 本来 师母从3月份 离子替大家报名 买飞机票 处理各样的人事物呢 都通知到家室 民生教会 包吃包住包玩 到7月底 42个人全部已经预备好 8月底要坐飞机 从各地方飞到韩国首尔去了 竟然在8月初 韩国民生教会 连续发几次电邮说 他们这一次的 国外的全球的招待呢 取消 不管从马来西亚 印尼 印度 非洲 还是欧洲的 所有的全球访问取消 而且 我们美国团已经报名了 只招待我们三天 只有早餐 而且吃住 没有 你说 师母跟我 起先是告诉他们 九天吃住完全包 结果变成了 只有三天 只包早餐 其他吃住 全部自由负责 那师母一看到 这样的一秒 情何以堪啊 几乎大哭一场 似乎牧师和我 在忽悠大家 欺骗大家 那师母呢 就想尽办法 半夜就回信 跟韩国民生教会协调 沟通 希望他们 为主的缘故 能够坚守 他们当初的允论 不管他们遇到任何困难 希望他们 帮助美国的旅游团 这四十二个人 能够如其去首尔 参观访问 沟通来沟通去对方的一秒 还是讲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开过几次会议 没有办法答应你们的请求 师母再回一秒 跟他们讲说 相信你们在新旧牧师 和同工团队的交接期间 可能有一些意见的沟通 还无法取得一致 或是你们在交接期间 本来一个十二万五千人的大教会 一定有许多的人 是财务的诸多问题 师母说 如果你们在招待我们这一方面 如果有点困难的话呢 我会鼓励团员们尽量奉献 结果后来沟通来沟通去 对方就告诉我们 你们美国团 是我们这一次全球 唯一招待你们的团 可是呢原定的九天改成五天 五天当中呢 吃住完 最后呢 接鸡送鸡也完全免费 所以大家一听到之后呢 就如同失而复得 死而复活 所以就格外的感恩感恩 珍惜珍惜 所以我们这一次 在韩国索尔的这五天当中呢 的确是和前三次不同 因为感恩的声音特别多 笑声特别多 歌唱的声音 祷告的声音特别多 更难得的是大家的关系 那种彼此的关系和契合 是比前几次呢 都是无法比的 所以我们实在感谢神 透过这一次在民生教会 第四次去了 我们的确从他那边 领受了蛮多蛮多的 恩高和信息 但是呢 这么大一间教会 十几万人的教会 请问我们容易学吗 我们容易复制吗 大家觉得可以吗 他们的很多奥秘 他们的很多所谓的法宝 请问我们这么小的教会 容易学吗 我们即使在学学学 请问我们学一百年 能够学到变成十多人的教会吗 难上加难 所以感谢神 正是因为神的容许 让民生教会呢 只招待我们五天 所以我们原定计划是十号 九月十号才从索尔坐飞机 集合回美国去其他地方的 那剩下这四天 请问如何安排 民生教会不招待了 那请问我们如何安排 所以师母跟我就在研究说 哎呀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找 赵勇尼教会 去找 爱的教会 去找哈利路亚教会 去找尼玛尼教会 因为这些都是首尔地区 非常有名的巨型教会 叫做Mega Church 都是数万人的 那赵勇尼教会呢 是号称有八十万人的教会 那我们总觉得说 去了一看韩国 前几次去 没有机会 也没有时间去看 那这一次呢 有四天的自由时间 我们可不可以去 想办法去参观参观 其他的大型教会呀 可是请问大家 如果没有人脉 没有关心 能去参观得到吗 顶多到了教堂门口呢 照照相而已 对不对 你即使进去的话呢 我也不晓得怎么样 去安排去联络 去联络这些等等 所以我们就 没有办法成行 没有办法完成 然后呢 师母就跟我 跟同工团队在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安排 大家自由行好了 或是我们去找旅游团 来帮我们安排 这四天的等等计划 但是感谢神 人的脚步 为耶和华所定 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 神竟然 奇妙地安排 让我们去了 就在我们旅馆附近的一家教会 叫做 耶稣爱 教会 这个教会呢 根据当初介绍我们的人 告诉我们说 他们的教会只有三四百人 很小很小的教会 所以呢 他们愿意接待我们四天 可是吃住呢 讲好了你们自己付 吃住完你们自己负责 教会愿意接待你们 愿意跟你们分享信息 所以我们就跟四十六个团队 跟他讲说 我们呢 接下来四天 没人替我们出钱 自己吃 自己住 自己玩 大家觉得如何 因为 大家晓得出门旅游 花钱 自己花钱 是不是理所当然 是 你去任何地方旅游 都要自掏 要不要买机票 买吃买住的各种费用 对不对 韩国的大型教会 他们很多教会 每年也有一次或两次 招待国外的牧师师母 等等的一些访问旅游 都是要交报名费 吃住 玩都是自负的 只有名声教会 是全部免费的 所以耶稣爱教会告诉我们 吃住完你们自己负责 同工们觉得同意 后来我们接下来四天呢 就去了耶稣爱教会 那这两间教会呢 大家觉得说 大型教会 我们很难学 那三四百人教会 请问难不难学啊 不难 就不难学了 怎么不难学法呢 这大小教会呢 他们每一个人 不管是负责招待的 还是不管是任何人 年轻的年长的 大家晓得哟 见到新朋友 见到任何人 他们都是 彬彬有礼 而且都是 微笑和 鞠躬 你们非常了解 韩国人的礼貌吗 他们任何人 一见到对方的时候 都如何 我们中国人呢 你好 我们中国人呢 你好 你好 有些人是你好 那是热情的人 有些人呢 会微笑或点头 也有一些人呢 根本就是好像没见到一样的 对不对 甚至上教会也是一样 因为同工们 见到新朋友呢 没有感觉的 就从门前经过 他好像一个石头柱子在那边一样的 所以我们至少要学习韩国的 不管是大型中型小型教会 他们有一个最容易学习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礼貌 见到所有人 他们会如何 鞠躬 来我们起来一下 练习练习 来 对你的左边右边前面后面说什么 你好你好 你好 不是带着土瓜脸 乃是带着微笑的脸 请问是鞠躬几次 不是一次哦 是连续鞠躬 你好 你好 所以我就向他们学 我跟很多人 我也如此回礼 而且我都回礼什么 90度 不是一秒钟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和牧师和师母 好像跟访问团的其他人不一样 这么的谦卑 这么的礼貌 他们呢 也都在观察 都有摄像监视系统的 所以当他们看到说 很多的访问团的团员呢 他们有时候会打瞌睡 会将太空钓鱼 可是何牧师呢 竟然每一堂的讲道 每一堂的上课呢 何牧师都用手机在做笔记啊 所以他们有那个 像那个体育馆的大摄像头 对不对 那种 那个 那个厂 厂品的大摄像头 竟然有一次 射到我在做笔记啊 大家晓得 我做笔记 几乎把牧师讲到的百分之八九十的内容 全部用 用手机记录下来啊 所以他们看到说 哦 这个团队里面和牧师和师母是那么认真的 是那么的负上代价的 所以他们呢 就选牧师师母成为访问团的代表 可以有权利去邀请很多的人来参加他们的访问团 大家请坐 所以我要跟大家思想的是 连我这个老头子都能够就当场把牧师的讲到 把上课的内容几乎全部当场写在手机里面 那请问你们年轻人是不是会比我更容易做到 是不是 是 你晓得吗 韩国教会啊 我呢 很专心在听讲 我也呢 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结果我就看到韩国教会啊 竟然有好几个人就用手提电脑在那边打字啊 你知道吗 牧师在台上讲道 台下就有姐妹们 不是我看到是姐妹们 就拿手提电脑马上打字 打字打字 连我都可以打百分之八九十 请问那些打字高手可以打多少 百分之八 牧师讲完道 牧师讲道内容 他几乎全打完了 有三个人在打字 我们活血德上教会 牧师讲完道呢 大家是 哇 回去打一个礼拜 可以打完 有些人打一个月两个月都打不出来 他们呢 当场就打出来 和牧师 当场听牧师讲道 打字 内容 结果几乎是零错字零别字 而且还考虑标点符号和分段 连我这个老头子都能做到 请问你们 是不是应该更可以做到 所以求助帮助我们 我们要学韩国教会 从外面学非常简单 从打字 讲章稿来讲 要学也非常简单 那这两个教会呢 也特别的是 大教会 明珍教会十几万人 那个牧师的讲道 常常看讲章 常常念讲章 可是那个小教会的牧师讲道呢 我在看 发现他几乎没有看任何讲章 在我从小到大认识的各种牧师当中呢 这个耶稣爱教会的牧师呢 是最像保罗 最像摩西的 最具备使徒 恩高和全品的一位 很优秀卓越的牧师 那这个牧师呢 竟然很谦卑 跟我们聊天谈话到半夜 所以 这两个教会呢 我们观摩学习的结果 竟然发现说 他们所唱的歌 都是传统的诗歌 没有一个教会是唱 所谓现代的敬拜赞美的诗歌 都是唱以耶稣 以耶稣的保险 以耶稣的释迦 以耶稣的国度为中心的 各种经典的诗歌 一唱起来 大家都声音响 不用再花时间说 有一首新歌听不懂 唱不来 取高和寡 全部都唱传统诗歌 然后呢 我们去第二个教会 你晓得吗 我们才到那个教会 进入他们的教会大礼堂 那个礼堂非常干净 两大教会 小型教会 他们的建筑材料 和设计的款式 还有他们所有圣殿的椅子 桌子和这些圣殿的各种器具 都非常非常的荣耀和干净和清洁 不像我们窗台很多灰 我们的角落会有蜘蛛 他们的是干干净 你整整齐齐的 椅子正面背面 你去摸 没有黑的 大家只要一摸一下 我们是坐的白色椅子下面 全黑的 我曾经拜托有些人成功 能够帮助我们擦一擦 可是呢 擦一次之后会干净吗 也干净不了 所以他们就非常看重圣殿的圣洁和干净 没有一个角落 是肮脏的 是无悔的 所以这些我们的确都容易学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学到之后呢 要不要用在我们的教会 要不要用在我们的教堂 然后他们的长老和知识们 在牧师讲道的时候都坐哪里 第一排 大教会和小教会都是一样坐前面一排两排 我不懂 我也不懂这样的传统的真正意义和奥义